来看挽救生命的英雄可不一定是人类。 在柬埔寨,有一只非洲巨鼠,因为嗅觉灵敏,透过了他的帮忙,成功侦测到不少地雷还有未爆弹。 七年来,挽救了许多宝贵的生命,获得英国颁发动物勇气奖。 这是非洲巨鼠马加瓦,会有身上这一块奖牌,动物勇气奖,是因为他过去七年来挽救不少宝贵的生命,在柬埔寨涉足一百四十一平方公里的范围,成功侦测出三十九枚地雷,二十八颗喂爆弹,他的体重一点二公斤,身长七十公分,虽然比其他种类的老鼠大,但仍不足以触发地雷,颁奖给他的英国兽医慈善协会表示,马加瓦以及训练他的比利时慈善机构Apopo所做的工作,是真正公司。 独一无二并且杰出的,马加瓦是英国兽医慈善协会七十七年来得奖动物当中的第一只老鼠,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,非洲巨鼠非常聪明,容易训练,而马加瓦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受训,在被送到柬埔寨执行任务之前,就通过所有的考验,他的嗅觉非常敏锐,可以分辨爆裂物中的化学物质, 忽略废金属,并找到真正的地雷,未爆弹等目标物的确切位置,向清除人员发出讯号,而他搜寻的速度非常快,在半个钟头内就可以搜完一个网球场大小的区域,金属探测器要花大约四天才能完成,马加瓦每天执行任务的时候,等于正在挽救生命,改变生活, 根据柬埔寨地雷行动与受害者援助局的统计,柬埔寨是全球截肢人数最多的国家,该国在一九七五到一九九八年间因战乱,全境埋了约六百万枚地雷,自一九七九年以来,有六万四千八百四十人因地雷,未爆弹而伤亡,其中二点五万人因炸伤遭截肢,根据英国受益慈善协会的估计,柬埔寨目前仍埋有三百万枚未爆弹地雷,部分报告认为目前清除只完成一半,既有黄玉玲,真理报道 感谢观看